香港時間約莫,晚上11點左右 很少我11點可以準時開到節目 終於可以做到1點了 因為G7的興井澤外長會議公佈了公佈 當然我先講到這宗,這宗比較重要 講起興井澤,很多人想起食物 你知興井澤來東京一個小時滑雪、溫泉、順州的美食 教堂 當然這一集就不是討論興井澤的美食 如果討論興井澤的美食的話 我想大部份香港觀眾都會咬我 因為你就會想吃宵夜 你知道順州有多少好東西吃 你給我也有機會 我也是想再去一次興井澤 我不是跟他開玩笑 就是一講起日本就會想起食和食 如果我長期住在日本的話 我應該都會變成一個波手牆 Boris Johnson 化的 Boris Johnson 有些不值得 如果他去日本的話就挺好的 你知不知道 如果他去興井澤一鋪 他應該是Ball and Ball 但是很明顯這些機會不屬於他 這個 雖然我剛才開場拍到這麼多美食 但是這次七國集團興井澤外長會議 並不是一個美食會議 日本和個別成員國之間 當然會有講到食物出口的問題 當然 但是大會本身就是 那些叫做長兵活動 這次會議的公佈 除了俄國戰爭之外 最重要的題目全部是China and China and China 甚至長兵活動 很多談及的問題 都是跟China有關的 OK 因為我等一下講 為什麼長兵活動 講了很多東西跟China有關 第一段 公佈 當然是長野縣興井澤外相會合 第一段外相公佈 當然是可以以英語版為準 我就不用日語版為準 雖然這次有日語版 但是我看完日語版之後 都覺得這些翻譯奇怪了 所以我用回英文算 第一段當然講的是 俄烏戰爭 當然是支持俄司 不支持烏克蘭 支持烏克蘭 特別是 她的強制 支撐烏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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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支持他們 我想 澤年司機也遇到一個問題 這一段是有一點點暗示的 就是應該 烏克蘭外部的corruption問題 應該都 澤年司機要追一追進去 因為這個是影響他入EU的 即是 Ukraine入EU的問題 是這件事實際地提出了 今次會議裡面 接著就是 即是雜波和熱核電廠的問題 即是用核的問題 即是用核的問題 以及換用核武 接著就是 Sension Sension 即是Commit Intensify 其實這次就沒有說 Sension Russia 但現在有一件事就是 他有一點 他講得很清楚 其實你香港人應該要小心 其實已經 他有一段說的話 Include through the enforcement coordination mechanism Encountering Russians and third parties attempt to invade and undermine our essential measures 香港會說話的 OK 他有一件事 Call on third parties to case assistant to Russia war or face cause 或者面對嚴重 如果有中文譯 我就是 我們要求第三方 停止對俄羅斯戰爭的支援 或者面對嚴重後果 這句是對中國說的嗎 一開始已經對中國說的 我告訴你 他已經說明了 就是 prevent and respond to third parties appliding weapons to Russia and continue to take action against those who materially support Russia war against Ukraine 這個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 你第三國很明顯是指中國的 就是告訴你 我沒有連結你的名字 但是問題是 他一開始 他差不多是第一部分 已經說到中國 所以這個 很嚴重的 接著他說 會支持成立 其實他已經說到戰後的問題 他們已經 很害怕 不然也不會 剛才說到anti corruption 那些事情 就是 那天是戰後入歐盟的 入歐盟和北約的 他這裡會說 會支持 在根據 烏克蘭的法律 烏克蘭的judicial system 成立一個 international tribunal 就是 換言之 在烏克蘭境外 會有一個 不保存 用烏克蘭法律 這次烏克蘭很大 真的 他給一些最辣的東西 他現在投降還好 現在不投降 就很糟糕了 烏克蘭戰爭 一開始已經說過 已經警告到中國 接著第二段 已經是印太地區 已經在說印太地區 第二段 FREE AND OPEN INTO PACIFIC 以及會怎樣幫 東盟 東盟很明顯是大家 爭奪的對象 OK 第三段 已經是Dragon China 是非常之 不客氣的 因爲 他講到一件事情 雖然氣候問題 健康 一些性別體能 可能會跟中合作 但是他說 We must protect from unfair anti-competitive and on market practice OK 包括強制 這個technology transfer or data disclosure in exchange for the market part assess 就是你中國玩減民艾航的話 我們一定會浮救你 OK 跟著 那些 Cyber 那些 interactual property 那些 的吐舌 也是會動 OK 嗯 跟著 他講的 一件事情 就是 有關台灣問題 台灣和東海問題 OK 他要求是 跟回國際法 OK 還有他們會支持中國 如果 你 你 你走了 中英聯合聲明 那條數 怎麼搞 還有一件事情 他要求中國 根據 維爾納 這個 外交關係 條約 跟維爾納 領事關係 條約 做事 這個很清楚 你現在就明白為什麼 美國就抓人了 抓了一些非法警告 你不跟規矩做事 我就動來 敬酒 不喝喝罰酒 然後已經不學問題 第二次就已經排北韓問題 北韓問題不用說 擺明是跟中國有關的 譬如那些核市 還有緬甸問題 也是跟中國有關的 第五段 緬甸問題也是跟中國有關的 甚至阿富汗 伊朗 都是跟中國有關的 就是頭七項裡面 有項半都是跟中國有關的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這些 中國還不是 文明社會的首要目的 敵人 很清楚 以前 你看一下 頭八段 我跟你說頭八段 六段 頭七段 六段半都跟中國有關 你知道外交文件最重要的 一定是買頭的 那不用說 我不算外交戰爭 外交戰爭 外交戰爭半段 但之後那些 譬如說第三國幫做家 都是跟中國有關的 你知道 這次大糕 中國 就是 國際社會 你可以預期下個月的G7會議 如果中國 仍然要堅挺幫我 不用說了 全面斬押 所以你說有傳什麼法局 會跟中國有個秘密計劃 什麼 夏天和螺絲 以和 我懷疑那個風是不知哪裏 那個 我懷疑那個 Macron 玩家 Macron 玩家 不像 為什麼我說不像呢 這個就跟 這次G7外長會議的 那個 那些 被押忍的文件很好 那些 日本外母山做得很好 外母山 比起之前 德國和英國都做得好很多 那些東西很清楚 那些東西很清晰 那些 日本人真的做這些東西很清晰 無論你看英文的押忍 還是日文的押忍 那些東西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如果日本和那些 國家談的 我就用 提供日文的押忍 我日文不算厲害 但問題是 我日文我看了 如果看日本的官府文件 我的日文是 可以理解到的 無論 它跟日 法 入法 入法的場邊會談 它已經講到還需 河基地的問題 已經 法國軍 海軍要用還需 河基地 你想想 法國海軍 因什麼意思 它要做還需河基地 當然是台灣問題的 大哥 然後他跟日英 日英 就談 之前簽好 日英 那個叫做 英滑化 圓滑化 那個協定 令事情順利 英滑化 那個 你可以看到 兩個都是軍事有關的 跟著就是 美國 美國 美國都是軍事有關 三個都是軍事有關 日 無論 英 法 美 都是軍事有關 中國的戰爭 如何應對中國的挑戰 中國的戰爭 的挑戰 可想而知 法國表面上說 台灣問題不關我的事 如果真的台灣問題不關他的事 但是 我無緣無故要用還需 我的基地把 就是 麥克風這傢伙 隨時是怎樣 表面說一陣 後面造影一陣的 這傢伙 這傢伙 很法蘭西的 所以這些傢伙 怎麼會留政 這些 法文又不懂 什麼賊都不懂 日文都不懂 這些 這些盲目 日日想挑戰其他評論員 我心想 你讀多幾年 你去外國讀書 你讀完博士 你讀完博士才好 跟我們說話 博士都不肯肯讀 因為他要做黑警 他要做黑警 沒事的 現在很清楚 現在 日本 依次G7外長會議 其中在談的議題 其實就是 日本的軍事基地 給美軍 給英軍 給法軍 怎樣去配合 因為你七國集團裡面 我想加拿大 其實都 加拿大主要是貿易 加拿大 德國就沒有太多談及軍事的事情 德日那個會談 德意的會談 都不是談太多軍事的事情 但我想 歐文 很多這些事情 都是比英法兩國 因為英法兩國海關最強 德國的海關算吧 德國的海關怎麼出到潛艇才算 但是德國的潛艇是常規洞的潛艇 來的嘛 常規洞的潛艇 他在 他的潛艇那邊有沒有問題 他在外面走不到的 因為是常規洞力的嘛 常規洞力不潛艇 如果有潛艇 如果你要部署退到亞洲 就真的只有英法兩國有核動力潛艇的國家 才可以 才可以玩得到的嘛 這兩個人就有核動力的嘛 不同的 這個 還有你 你發覺有核動力 航空母艦 但那個人說好嘛 不同的 就是你要補充而已 天啊 那英國的航空母艦 常規洞力 沒事的 他長住亞洲 所以他長住亞洲 如果他暫時日本做軍港的話 我想他不是我新加坡的 新加坡數不過 應該是最後 然後 在日本長住 有事情發生的 你為什麼要講英中聯合聲明呢 就是 日文 外務省 不叫中英聯合聲明 他叫英中聯合聲明 日文 日本仔就真的挺有趣的 所以有時候 有些東西你見到我都是用日文 日文和花康字寫出來的 我是有原因的 OK 甚至我自己的印章是和花康字 那個細宅的宅字 我都是用日文的宅字 我不是用 有時候都是 我都是千塊都用日文的宅字 好啦 大家可以預期到一件事 下個月就講到G7 因為一般來說 G7外長會議是 G7正式的聯會 在公封會議之前的準備功夫 即是 其實是定期間的制限 不用說 你可以預計到 下個月的G7的 主要的主題是甚麼 China 我想英國沒有什麼時間做事的 英國我估計都會被人逼迫 OK 中國是被針對的目標 眾此之的 你這樣 我想G7 我們講了幾年 G7 英國 德國 然後日本 我已經講了三年G7 我已經看過這裏的商業服務 我講了三年G7的會議 你想想 之前G7會議 China related topic 最多是擺後 接著越推越上 現在去到頭八項半 外長會議都是講China 或者China那些 那些附庸國 你知道全世界準備豪榮這件事 屠龍大會 下個月 你說去年G7 應該是屠龍大會 來的 結果全世界是Decoupling 這次是很清楚 如果中國還是要去俄國戰爭 還是要幫俄羅斯人 他告訴你 你中國完全Fuck up 都可以 準備 所以現在的情況就是 如果中國換作俄國 剛才我講的第一段 已經是最後通牒 如果中國再加強換作俄國 我可以講 G7一定是毫不猶豫 全面制裁 你的經濟是很糟糕的 你很糟糕的 你看到他真的是在做事 他說 你要你 俄羅斯聯合國領事公約 即是 把明要你收起一些自我 沒事了 我就讓他見面 你馬上告訴你 就要立即拉勾 你紐約的海外警告 立即做事 不會客氣 即做 然後你說有關香港的問題 你猜他們不會再發聲嗎 你猜 你為何為何和葡萄牙 說 他們對澳門有不可推薦的責任 你看歐文 你要介入香港問題 要澳門做切入點 一定是 你不用說 一步步來的 所有東西 G7 未公佈這份東西之前 其實那些東西已經在做 已經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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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得說 即是基本上 如果中國仍然要堅持 換作俄羅斯 下個月就知道 下個月就知道未到 下個月實重 實重反擊 不用說 即是你因為你已經 其實大家對 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的破壞者 其實你看這份公佈已經很清楚 你想一下 無論緬甸 無論阿富豪 無論印太地區 OK 無論伊朗 無論中國在這裡 這些東西會 無論北韓 現在所有全世界的問題 都跟中國有關 這件事是整件事最關鍵的地方 OK 因為你世界上所有一切 任何製造問題的位置 都是 相關於中國 如果這樣而言 其實這個是最後的通貼來的 OK 你不搞定這些東西 你就是這樣 其實他們已經在做事 其實七國集團已經在做事 要不然 你不會無疑 澳門那裡會這樣發聲 無疑 美國這樣抓人 做了事情 其實他們已經是一有共識 就馬上 禁制拼取 OK 未正式公佈 已經做了事情 正式公佈到之後 你想一下 你之後會繼續做些什麼 所以你看到 這次香港中文傳媒呢 你七國集團會議 報都不敢報 好像沒有事發生 我覺得神經病 我覺得這件事 喂 人家全世界已經在談 怎樣煮糕 你報都不報 大哥 你這個不負責任 你更加不要說香港那些 那些 熱狗那些 熱狗那些 熱狗那些都是垃圾來的 沒有辦法 黃毓民都不是看西方的東西 你現在看 這些是看線莊書 看上澳那些人 那些 之後那些你也知道 國民黨有什麼 國際觀 你那麼多 這麼多事情發生 你問我對香港人的忠告就是 你走資就一定要的了 因為我已經很serious地 warn 就是你第三者 你做嫁人在俄乎戰爭 你這樣玩 我一定會動你 他應該畫了一條很清晰的紅線 在你中國面前 你現在 他還要做什麼 你明知道你中國的國防部長 訪問了俄司的時候 我跟你說這件事 就是你繼續去的話 我就糟糕你 沒事的 我看你中國是否聰明 但我覺得中國是不會聰明的 習近平這個人是不會聽 習近平會聽別人說話 他就不會哀咎 劉亞洲 劉亞洲的老婆 是習近平從小到大的 怎樣啊 那些朋友來的 你不會這樣搞他的 不管 習近平就是不管 習近平不管的就不能說的 習近平沒有人能阻止他的 他會繼續 他會繼續 我不轉彎 他會繼續像下光源 衝出去 所以你明知道 西方已經做到盡了 已經 提醒了 阻止 就是說 說你不要這樣做 你不要這樣做 他不聽 他不聽 你自己這樣 他不聽 你停不住 所以你現在香港人就是先走資 一定要的 走資怎麼都要的 走人就不用說 走人 你現在明白為什麼我這樣說 其實我這幾天說的事情 由我昨天說的題目到今天 我所有事情都跟大家說一件事情 現在香港的新聞是不負責任的 他要提供一個幻象給大家 其實你都已經不是很幻象了 你今晚喝一下茶都會中頭獎 你是不是都這麼天化 哪個有這麼多頭獎 大佬 合彩又不見有這麼多頭獎 對不對 你現在整個街道都喝喝喝茶都會中頭獎 回到Destination嗎 不是的 你現在很清楚 你香港本來已經是在敗壞的 你還要 已經留在這裡 我還是說一句 你以為你自己的任命負責 這個人覺得不會打仗 不好意思 其實你所有這裡的商討 我聽到的 已經是戰爭的準備 老實講 民間要看戰爭準備 沒有那麼容易的 通常 如果民間要看到有什麼戰爭準備 我們這些 如果有一些 基本的知識就會知道 如果不是 就一般 那也不會叫軍事部署 大哥 是不是 好了 這一節 我都講得到 下一節就 香港時間 我想是清晨 然後NPF那節 有關NPF那節 我希望香港時間 做午餐 因為這一節我無論如何都要講G7 那我先講到這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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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